一二三加四 六个符号带着你来说英文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实际的不说任何的理论 就是怎么样子来带着你把你心中想的中文 能够说成英文 在我们来说话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你说的话里面是你会的词 这基本上你要说出来就比较容易 但是是不是还是有可能你会常常遇到 在很多的句子里面有你不会的单字 那怎么办 你还是要会说 所以我们不管你会不会这个字 你都得会说出来 这就是我们神奇的地方 我们来讲下去 看过以前我们教学影片的朋友 一定理解我们说先建立英文的底子 你再来运用 第一个就是先练声音 第二个建立英文的思考 英文的思考就是每一个句子都是123加4 所以在我们建立基础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学习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句子叫做 There is a garden near my house 现在里面要有声音 也要有一二三加4的思考 我们就加入声音 这样子把你的声音跟它的文字上的记忆 深深地记在你的脑海之中 这不难大家来练习一下 There is叫做一跟二 叫做有 A garden就是三 near my house 就是四 补充的资料 我们家的附近有一个花园 我们来念诵 There is a garden near my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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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我们一直强调 当你懂了 你千万不要说你会了 你要把它念得滚瓜烂熟 念得非常的流利 非常的自然 所以请你在这个动作上多练习 There is There is A garden A garden Near my house Near my house 合起来 There is a garden near my house There is a garden near my house 现在各位有了声音 也有了一个思考 而花园这个字 你要直接能够变成一个声音档 花园怎么说 Garden Garden 现在我们想说这句话 就是说 在未来 在未来我想买一栋有花园的房子 这是你心中想的中文 而且里面的字 基本上你都会 所以应该更容易了 只是你要一组一组 按照英文的思考的方式 把它讲出来 我们怎么办得到呢 在这个句子当中 我们先找到 一叫做我 二叫做想 想怎么样呢 买一栋房子 然后这个房子是 有花园的 而且呢 是在未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先处理这 一二三加四的概念 那么 我怎么说呢 我叫做 花园 所以 都没有关系 现在我把它呈现出来 in the future 所以合在一起 各位英文就出来了 I want I want to buy a house 我想去买一栋房子 什么样的房子呢 是有花园的 with a garden with a garden 在什么时候呢 在未来 in the future in the future 所以各位英文整个 就非常正确地说出来了 一二三加四 I want to buy a house I want to buy a house with a garden with a garden in the future in the future 和在一起 我们说过 你一定要熟练熟练熟练 虽然它只是一个句子 其实你会了一个句子 你就会发觉 你的逻辑思考 可以变成十个句子 变成一百个句子 I want to buy a house I want to buy a house with a garden in the future with a garden in the future 好 我们来听听 老外怎么说出来 I want to buy a house with a garden in the future I want to buy a house with a garden in the future I want to buy a house with a garden in the future I want to buy a house with a garden in the future 所以这句英文 并不太难 这是属于第一种 这里面是你学过的单字 你会的单字 但是各位朋友 千万不要轻视 这个反复练习的 这个动作 你说的英文 说得出来 可是结结巴巴 说的里里喇喇 这不好 你要说的一口流利 快速的英文 大家都会觉得 你的英文很好 所以你反复念诵 就会变成越来越流利 中间不要断 中间不要卡 I want to buy a house with a garden in the future I want to buy a house with a garden in the future 好 所以各位将练习练习 练多了 你的英文就越来越漂亮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这是你会的单字的句子 但是要是碰到你不会的字呢 如果你想讲的话里面 有你不会的字 这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举这个例子说 在未来 我想 在未来我想买一栋 有公社的豪宅 我在这里改了几个字 房子改成豪宅 然后公共设施 就是里面有游泳池啦 有健身房啦 有图书馆啦 这些东西 公社的豪宅 这里面可能就有大家不太能够马上说出来的英文单字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如果各位又来了 请等一下这位老外朋友 让我查一下字典 这个当然也可以 不过好像有点丢脸 那更丢脸就是 这位老外请你等一下 我回去再练三天 我再来跟你讲话 这更丢脸了 所以不管你会的字 你要马上讲出来 你不会的字 你照样要讲出来 因为你如果是在职场上运用 你不可以像学生一样 说我可以回去重来一次的 你还是要会讲 对不对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在训练职场的朋友 就得说 你会的也会说 你不会的也要会说 对不对 但是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是什么呢 我们在讲英文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讲它的意思 同样的我在讲中文也一样 我把我的意思告诉你 可是你不会在意我用的是什么单字 我如果说豪宅 我会说这个字 我就说豪宅 可是我不会说这个中文 我怎么说 一栋好的房子 一栋漂亮的房子 一栋很棒的房子 各位朋友 请问你 我说一栋漂亮很棒的房子 跟豪宅有什么不一样 我是不是也把我的意思 完完全全正确地表达给你听 你也听得懂 是不是就可以跟我继续地沟通 继续完成这个生意 所以各位朋友 请你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学会的这一招 你的英文其实就 会的字你也会说 不会的字你照样会说 那么怎么办 降低中文的水准 把豪宅变成什么 一栋漂亮的房子 一栋很棒的房子 那么有公社的怎么办呢 我刚才不就说了吗 只要意思表达 比如说这个房子里面有游泳池 有图书馆 有健身房 那不就跟刚才有花园的那个巨型 味道一模一样吗 那么试试看 是不是你就会说了呢 我们一样 一二三 我想 怎么说 I want 去买一栋豪宅 我刚说过 把豪宅改成一栋漂亮的房子 很棒的房子 也可以 对不对 to buy 来我们看 你想用什么字都可以 只要你说得出来 对方就听得懂 最怕的是什么 你说不出来 那对方就绝对听不懂 来豪宅 你想用什么字 请你试试看 I want to buy a great house 我们这位朋友说 great great 就是很棒的意思 好的 那如果你想说beautiful 可以 你说good 可以 wonderful 可以 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说得出来 现在 我还要说有公色的 有公色的就是像刚才说的 with 什么什么东西 句子是说 这个房子是有一个花园 那么现在 我要说有公色 可是糟糕 一下子公色说不出来 千万不要 因为你说不出来 你就停下来 你就傻掉了 想办法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 公色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可以说得更清楚 比如说游泳池 来游泳池怎么说 swimming pool 好游泳池叫做swimming pool 所以先出个游泳池 再来 还有什么呢 有图书馆 可不可以 图书馆怎么说 library 图书馆叫做library library 我们就有个图书馆 还有什么呢 还有再想想看 反正你的公共设施都很棒 哇 天马行空 那个高尔夫球场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一个停机坪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只要扯得出来 好 那我们就再说一个 你们的房子呢 还有什么样的公共设施呢 好 除了游泳池 图书馆之外 可能还有健身房 对不对 健身房怎么说 进 进 进 我们出现了 这个叫做进 各位朋友 我们这些字 比如说library 老师 我还不会说library 是的 没有问题 你不会说library 你就再少一点 但是 我们这些字 都是在中学程度出来的 大概就是一千个字 了不起 一千五百个字 只要你念过国中程度 你英文单字都有了 但是你过去学的单字 就像我们说的 你要有声音 要有上下文的句子当中 结合在一起 千万不是只是背一个一个的单字 如果你都能够有句子 比如说刚才我一开始就代名的 There is a garden near my house 不但有花园这个字 还有整个句型 这样子你记忆深刻 都是声音 你就可以说得出来了 现在我们来重新说这句 在未来 我想要买一栋 有公社的豪宅 我不会说豪宅 也不会说公社 我还是可以跟它沟通 I want to buy a great house I want to buy a great house 所以豪宅变成一栋很棒的房子 有公社的 我干脆讲清楚 With a swimming pool With a swimming pool Libery Libery And a gym And gym 在未来 在未来怎么说 In the future 是不是这样子就出现了 I want to buy a great house I want to buy a great house With a swimming pool With a swimming pool Libery Libery And a gym And gym In the future In the future 这时候各位朋友 只要你能够有1000个字到1500个字 你只要国中初中毕业 你就有这个能力了 可是各位 你在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 会不会发现你高中毕业了 你大学毕业了 你研究所毕业了 你在国外学了半天了 你很多东西还是讲不出来 而我们教你这小小的方法 不就让你出去讲了吗 会的字你要会讲 不会的字你照样能讲 那么至于说 这个豪宅到底要怎么讲 那就是我们的学习的第四步 我们一直教给大家 第一步是先练声音 练练练 把你1000个字1500字念熟 你每一个单字里面的声音 都有思考架构 你念的都是句子 而不是一个独立独立的单字 然后我们刚才进入了第三步 你想中文说英文 遇到太难的字 降低水准 把豪宅说成一个很棒的房子 那么至于豪宅怎么说 你想更进一步 就再进入单字量 要用阅读下手 这就是我们的一二三四步 你这样子来学 你的英文当然先会了 再学好 而不是像现在的好的朋友 你根本不会 你就拼命地想学好 你简单的都不会说 你就想去读那些高深的英文 结果你发觉你是 简单的也不行 高的也不行 你什么都不行 I want to buy a great house with a swimming pool library and gym in the future 经过刚才的示范 各位一定会觉得 这个六口符号英文学习法 是非常实际的 不是跟你讲理论 不是希望带着你常年苦读 就是你在最短的时间 把你所会的 把你的能力发挥出来 去运用英文 也许一开始 你讲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字 但是照样可以表达你的意思 照样可以跟外国人去沟通 先达到能用的地步 当然你再进一步 你可以学更高阶的单字 运用在里面 当然文法上 语法上也会进阶 刚开始你的主词 永远都是你我他 但是慢慢的 你就可以用到更高阶的句型 比如说你用动名词当主词 用不定词当主词 用虚主词当主词 这样子的变化 就可以更正式的 在一些更正式的场合 来运用出来 所以我们的最大的心愿 就是帮助大家用最快速 最省时间 最有效率的 而且甚至要最经济的方式 来训练出大家的英文能力 那么有很多朋友是很急的 在公司里面 在职场上 马上就要运用 那么就请你来参加 我们的面首的家教课程 这会带着你在最短的时间 让你上场 让你去应付各种的情况 比如说开conference call 比如说你要上台做presentation 或者你要跟外国人谈生意 或者是你必须去个人处理 许多的听说读写的工作 都可以快速的达成 那么如果各位是没有急迫性的 或者是你在海外 在遥远的地方 欢迎各位用我们的 有声讲解的寒寿课程 以及我们的网路会员区 来做互动学习 这样子都可以达到各位的目的 只要方法正确 照着我们刚才四个步骤 反复的去练习 很快你的英文就先能够用得出来 先有信心 先有兴趣 再进一步的提高自己的水准 英文越来越好 我相信 以我们大家的聪明才智 以我们的努力的程度 我们大家都能够很快的 把英文学好 六个符号英文法 希望陪着你们这些 有心有缘的朋友 来达到你们的心愿 而讲话当中的问句 我们就来欣赏下一次的教学影片 叫做三加三 学会说英文的问句 出国的时候自己来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